我们今天是讲到这个人的脑 我们有讲到Zipfony 你们吃了吗今天早上 还是你是晚上吃的 有吃的朋友 如果你是早上吃的 你就写个早 如果你是晚上吃 你可以写个晚好不好 让我知道你是早上吃还是晚上吃 一玉老师是晚上吃的 因为我要预防一样东西 今天我们也会去讲 那这一堂课程呢 其实要让大家去了解 其实Zipfony对我们未来 是一个很好的保养 很多人不懂 很多人可能疏忽了 很多人没有去注意和留意 今天因为用些时间 来和大家去讲一讲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的重要 我们来想一下 人会老是因为人的脑 为什么这样子讲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人生 我们一定会经历这四个阶段 有没有人想到 知道是哪四个阶段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可以写出来吗 四个阶段 那这四个阶段 你最喜欢是哪一个阶段呢 第一个阶段 我们没得选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生 我们生出来 我们没有得选 我们没有得选爸爸妈妈 对不对 你没有得选 你在哪里出事的 你没有得选 你的皮肤是什么颜色 那但是我们很荣幸 我们也很感恩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 有了这个生命 那有了生 我们会怎样呢 接下去第二个阶段 我们会慢慢的老 慢慢的长大到老 没有一下子老 但是会生了 慢慢长大 慢慢的长大 然后到这个老 那到了老呢 老了到了一个阶段 就是会拜拜了嘛 但是呢 这几十年来应该是这样 人呢不是生老就死的 在中间卡了一个东西 叫做病 很多时候呢 我们看在你的 你的亲朋好友 你的这些 可能你的以前的那些公公 主公还是什么 就是你会看他们看 很久很久以前 可能我们还会听到人家说 坐在外面 坐坐下坐坐下 那个人就走了 就很没有任何的病痛下走了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祝福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太多太多呢 经历了这个病 要很多的痛苦 过后呢去到了这个死 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四个阶段 生老病死 那生老病死 我们可以看到生和老是一定的 死也是一定的 一定会来的 他不能避免的 但是病呢 病我们可以怎样呢 我们可以预防 对吗 我们可以预防 不要给他降快来 病 那老呢 我们也看到 老其实我们可以延迟的 老不是讲说一下子去到老 老了就什么都不能了 不是我 老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 七八十岁啊 他都很有活力的 他都很有 他甚至乎他的记忆力 他的计算能力 他的活动力 都比一般年轻人好 所以我们今天会有讲到 生老病死这个老 我们要怎样去延还这个老化了 所以呢 你觉得你喜欢 生老病死哪一个环节呢 相信应该都是生吧 生出来吧 很多人讲 我们要延长老化 我们要抗老的话呢 我们要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 但是一位老师今天呢 要和大家讲 不是要做什么 是十个东西 你不要做 你只要十个东西 不要做 然后每天笑一笑 你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很大声笑的人 笑一笑 那你呢 这个老呢 就会慢一点来找你 那十个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不要做呢 第一个不要做的是什么 不怒 什么叫不怒 你不要每一天早上一起来 那个年就好像包青宫这样子 那个包青天 年黑黑的 包青天是不是不用怎样 他就年黑黑了 不要年黑黑对了 笑一笑 看到邻居笑一笑 不要出来 看到人家笑一笑 看到爸爸妈妈叫一叫 不要怒啊 不要那个 不要好像 好像人家欠了你几十千 这样子好不好 第二是什么呢 不骂 一点点就骂 尤其现在 大家都在家 孩子都在身边 老公老婆都在 都在一起这样子 很多时候看不顺眼 就骂了 对不对 不要骂 你试想想 你骂人 是那个被骂的 那个受伤一点 还是骂人的受伤一点 其实是骂的那个呢 更受伤的好不好 所以人家讲嘛 你骂人是一个手指 咚着人 但是四个手指 是指着自己的 所以不要随便骂 所以不骂 不骂 不骂 第三是什么呢 不思 不要一直思想 一直思 当然我知道 有些妈妈很担心 可能孩子在外地 有时会思念 有时我们也会想象 我们的父母 会思念 挂念很多 但是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有时呢 就是要放开一些 就是这个 不思 还有什么呢 不恐 不要怕 尤其现在很多人都很怕 对吗 怕出到外面 又会被病毒感染 怕等下是不是 老板会炒鱿鱼 怕这个 怕那个 这些呢 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 还有什么呢 就是不烦 还有另外一个叫不恼 什么叫不烦 不恼呢 不是一样的吗 烦恼烦恼 其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不烦的意思呢 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没有改变了的 比如说今天你去买1234 晚上开出来1235 你在那边烦哦 哎呀为什么不早点写多一个5就好了啦 这样子 或者你去买菜 买菜你今天买了过后 这边是买5块钱 然后你走多两步 那个你讲它卖4块 哎呀你这边烦有没有搞错那边在那边卖贵我1块钱 为什么 你在那边烦 这些烦不烦 烦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发生了的 发生了的你不能改变的 你不要烦它啦 不恼是什么 不恼可能是还没发生的 你就是在那边懊恼 比如说还有电费还没有交 还有学费还没有交 你在那边脑 哎呦真的 可能还没有存够钱 还没有算好钱 还没有去拿钱 有钱但是还没有去拿钱 你就在那边脑 你就在那边懊恼 为什么这样呢 为什么不能快点呢 还是怎么样子 这些想太多了 再来就是什么 不急 有些人做事很急的 对不对 很紧张 什么都要快 这样子的 所以不急 做事不要太过着急 当然要按部就班的做 但是有时候呢 有些事情要慢慢来 有些事情要慢慢来 有些人讲是有时候 慢一点就快一点 什么叫慢一点快一点 自己去思考 所以不要什么做事 就很急 然后有时候安排好自己时间 尤其如果以前 可能你要去外面见了 或者你要zoom也好 你要zoom 你要去meetingzoom 那你要穿戴好 也是要穿好好的 你就很急的 每天到last minute 你才去换装 才去吃饭 就很急 不要弄到自己太急 所以要安排好自己的时间 所以不急 也是一个很重要 不要每天做的事情 还有什么呢 不要照 不要烦烦照照 脾气暴躁这样子 我们常常讲 女生也是要好好的去 看顾自己 不要结婚后呢 就不理了 不理自己了 不打扮自己了 然后只是 当然 家里可能也是有一些 很要忙的东西 但是你要 留一些时间给自己 不然的话呢 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母老虎就出来了 所以呢 所以女生呢 在她年轻的时候 少女的时候 就很温顺的嘛 小绵羊 小绵羊 不要嫁了 过后变母老虎好不好 所以要调整一下自己 要找对自己的方向 所以不要照 不要暴躁 要稳定 要稳定一下 然后还有什么呢 不愁 整天愁眉古年 整天在愁着 晚上要煮什么 整天要愁着 明天要穿什么衣服 整天在愁着 那个新年的时候 要去哪里玩 就是在那边 悠悠愁愁的 愁那些不应该愁的东西 到的时候 就知道要做什么了 要衣服 你想太多 等到那天 你站到去 那个你的衣橱一拿 你就穿了 这个原本要穿的 没有烫 就穿那个烫好了的 大概是这样 对不对 还有这什么呢 就是不愁 不要犹豫 犹豫 这样子 整天在那边 想东想西 有时候犹豫症 就是 当然有外来的因素 那有一些是怎么 自己弄到来的 想太多 所以有时候 为什么有一些 惨后犹豫症的人 就是没有家人的 关心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 会不会是这个 会不会是那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慢慢就搞成 有忧郁的问题 有时候 慢一点会比较好 看到欧阳也是有 认同这个 所以 这个十个里面 你们今天学到了吗 在我们的 每一天的生活中 这十样东西 不要做那么多 当然我们可能 无所避免 但是提醒自己 要骂的时候 好啦 忍一下 不要骂了 要想 不要想 可以啦 笑一下 其实有时候 你笑一笑 一些东西 就化解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 把这十样东西 交给大家 大家要收起来 好不好 这个很重要 这个已经 我已经讲了二十年了 已经和很多的人 讲了这二十年 这十个东西 真的也帮助到很多人 也提醒很多人 这个东西 什么时候要笑一笑 但是你看 这十样东西 它所发出来的话 其实它最伤 是我们哪里呢 你想象像 你不怒 不骂 不失 当你很怒 很骂 很失控 很烦恼 很躁的时候 它其实在影响哪里呢 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它就影响人的脑 所以为什么人会老 是因为人的脑 因为你做了刚才 那十样东西 常常做 越做越老 你看我们讲 我们在家的母亲 如果她一直骂 一直骂 一直骂 一直很烦 很烦 很烦 很烧 你会看她越来越漂亮 还是越来越帅老 越来越老化 你会看到越来越老化 反而如果你是平平稳稳的 安安稳稳的 这样子 做事很好的 很规律的 你会看到这个人 一看起来 可能他很年 很老 但是你会觉得 他活得很年轻 所以今天我们来学一下 那我们要脑 要怎样去保护呢 首先我们要保护 我们要知道 我们人有多少个脑 你们懂你们有多少个脑吗 一位老师 你搞笑吗 我不是一个脑 不是的 我们脑有分很多个地方 所以呢 它虽然只有一个脑 但是它又有很多个部分的 那我们今天大概 和大家来了解 所以脑有分 这几个部分的 有大脑 有小脑 有松果体 我们常常知道 如果在MLive 你们都知道 有听过松果体 是帮助我们进入 这个生存睡眠 很重要的一个体积 还有脑下垂体 还有脑干和 然后那个盐水 就是我们的 延续我们脊椎的那条骨 那但是今天呢 我要特别和大家去分享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肩脑 Interbrain 就是在里面 它就是送果体 出来一点点 出来一点点 那更是会有一点送果体 它是在中间 叫做肩脑 那我们今天大概来了解一下 肩脑是什么来的呢 肩脑它是主宰着我们六个身体的六大功能 有了它 我们身体就有这六大功能 是很好的在运作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自律神经系统 什么叫自律神经系统 自律神经系统就是 它会帮助我们身体 控制我们自己 来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延续 有的人讲 老师身体是我的 为什么我不能自己控制 我要给它控制 你在想一下 我们真的有些东西 我们是控制不了的 不幸的话 你现在可以和我一起 如果你做到这个的话 我讲你厉害 我讲你真的是可以控制自己 第一样东西就是 麻烦你现在叫你的心脏 停止三秒钟 有吗 有谁停止的 停止不了 心脏是你的 但是你也是停止不了 为什么 因为它很重要 所以它很重要的话 它教给我们的肩脑 这个自律神经系统 去自动的操作 好像我们吃东西 我们有没有一直在想 那个食物经过我们的食道 到了胃 胃要吸收 吸收要推去小肠 小肠要推去大肠 大肠要推肛门 过后要推出来 你有没有这样想的 有没有实实上常 这样去指导你的五脏六腑去做的 没有的 那这些是谁做 就是肩脑 肩脑的这个自律神经呢 就帮助我们在操作这些重要的 然后不能给你忘记的 如果它交给你做 你就很忙了 每天就想这些 你真的是烦恼死了 对不对 所以自律神经是肩脑在操作 很重要的在我们的体内 那自律神经失调的话 它也是很大的会影响 我们的生理时钟会很乱的 第二 肩脑也控制着什么呢 就是星辰代谢 星辰代谢 比如说我们的皮肤 28天换一次啊 我们的月经啊 30天来一次啊 这些星辰代谢 我们的头发会长啊 这样子的 星辰代谢 我们的五脏六腑呢 坏的细胞会丢出来 好的细胞会修复 星辰代谢 当然星辰代谢很需要这个 身体的电位要充足 那电充足了 它要有一个指挥官啊 是什么呢 就是肩脑了 肩脑会来让我们的这个 星辰代谢是很顺利的 它是automatic的 但是如果今天呢 如果我们的肩脑老化了 我们会看到 星辰代谢就会满了 所以肩脑是第二个功能 就是星辰代谢 第三是什么呢 体温控制 你看啊 我们体温 它是需要特别去控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不能太冷 不能太热 当我们太冷的时候呢 人是会怎么样 我们会冻死 太热呢 太热也会烧死 对不对 它会有调节 你想象一下 今天你去到零下 哇 你去那个南极 零下的情况下 你的身体 它的体温 还是有没有保持着 它还是有保持着 它还是保持着 36 37度 就是你平常的那个体温 它还是保持着的 如果今天你很大胆的 把 全部打开 在那边 它是慢慢的啦 但是你身体很努力的去让你的体温受控制 在你很冷的时候 你的身体还是保持着36 37度来 让你呢 可以生存的 但如果你去到沙漠 很热 很热的话 你的身体也会调节的 它会流汗 它会有这种汗水 什么的 来调节你的身体呢 也是保持在36 37 38度 它不会过农 如果过农 人就是拜拜了的 所以它是会 在这样子来控制 我们体温 所以它很重要 第四是什么呢 自然反应 今天如果你 你去包一个热湖水 有不小心你的手 碰到你会怎样 你会竖的 你会不会在这边想 哎呦热热热又竖 不会 你会自然的竖的 这是要自然反应 好像今天我 不懂有没有这个效果 一打你的时候 你会散开呢 可能在电脑上 你都会散开 有没有 这个是什么 叫自然反应 有东西攻击你的时候 你会有所反应 这是谁做的 不用等你去想了的 肩脑自然会有这样子的动作 来让你避开一些危险的 第五 这个感情中虚 很简单 当你看到那些 很浪漫的 那些电影的时候 你的心就很甜 你看到那些 哭到半死的戏的时候 你就会怎样 流眼泪 对不对 你看周星驰的戏 是什么 你会笑到不容相门 对不对 这些就是我们的感情 我们会有的一个反应 所以叫感情中虚 这个也是 今天脑袋控制的 那第六个反应呢 就是我们的内分泌 我们体内的 我们的生长技术 我们的男性荷尔蒙 女性荷尔蒙 这些都是 肩脑呢 在去调理的 所以今天如果 肩脑有什么问题的话 这几样东西呢 就有点危险了 所以肩脑要保护得好 如果保护不好的话呢 它就很容易呢 进入一个很严重的情况 你懂吗 肩脑如果退化 退化的越快 这一个问题呢 会来找你更快 我们常常讲 我们生病的话 如果你是肾病的话 你是肾脏病 你要洗肾的话 可能是一个很贵的 很需要钱的 这个病 但是如果你的肩脑退化 你遇上了这个病 它是你有钱也没有用的 因为它完全 没有一个办法 去医治你的 你去看医生 医生可能告诉你什么呢 回家吧 他可能给你一些维他命 来去给你吃罢了 但是他没有药 可以的 你们猜到是什么病了吗 是什么 就是这个 老人痴呆症 所以如果肩脑退化的话呢 很容易呢 就会进入这个老人痴呆症 虽然现在还没有一个 很直接的话术来去 或者一些医疗报告讲 因为肩脑而产生老人痴呆症 但是你会看到 当有老人痴呆症的人呢 它是就会影响到 刚才我们所讲的六个系统 是会退化到很厉害的 所以有老人痴呆症的人 连打针啊吃药都没有办法 医生都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的 在我们的市区上 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人连 他的公公啊 他的爸爸 他的妈妈 在找他 因为他老人痴呆症 他自己都忘记自己的家在哪里 需要有人带他 他需要带一个牌 好心人看到他的时候 会帮忙带回家 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 市区上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你想要你是其中一个吗 当然我们是不想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全世界的这个市值症人口呢 是蛮多的 只是单单 Asia 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就是38.5% 在预算啊 2050年是会去到67.5% 所以他是倍增的 他不是慢慢的 他也不是会跌下来 他没有办法慢慢下来 他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个和我们的生活 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今天呢 大家来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自己 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啊 会产生这个阿斯海默症 来你是想象 看一下自己 check一下自己 有没有这方面的前兆 有没有表 这个语言表达能力出现问题 要讲那句话 一直忘记要怎样讲了 有吗 视觉空间出现障碍 是什么意思呢 很简单来讲 原本前面有个洞的 完完全全看到那个洞的 但是你还是踩下去 有吗 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吗 就还有就是 收纳出现障碍 整天就找 我的眼睛呢 我的眼睛呢 有吗 解决能力 你问他 早餐吃什么呢 不懂要吃什么的 忘记了要吃什么 执行能力啊 记忆力啊 社交啊 会排斥 不好意思和人家讲话 不懂要怎样讲 很情绪化的 对熟悉的事物感到陌生了的 有时看着一个朋友 可能以前是你的好朋友 你想来想去都想不到 他叫什么名字的 有吗 对时间地点有点困扰 这些方向啊 什么 这些就是前兆 你有没有吗 如果你在当中 不小心中了两个 不小心中了三个 不小心有六个 那你要小心了 这个就是一个大警讯 所以他有分中期 前期中期和晚期 所以如果你在前期的话呢 你就要好好做预防了 不然的话去到中期 你再来预防就比较慢了 然后如果去到晚期 那个sorry了 可以讲是没有了 就慢慢慢慢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人的脑细胞 是会死的 而且他死得快 他不会再生 我们身体很多细胞 都可以有修复再生的功能的 但是脑细胞呢 不能 那简单来讲呢 如果一个年轻人 他也是会 脑细胞会坏死的 但是他可能 一个16到30岁的人呢 他可能就是坏死 100千的脑细胞完了 每一天 但是呢 如果一个中年人 他可能就是双倍了 但是如果是一个老年人的话呢 他的脑细胞坏死得更快 因为他已经用了很久 很老了 这个是一个大概 给大家知道一个概念 原来人越老 我们的脑细胞就死得越快 而且你老了 你死得越多 就是这些脑细胞 坏死得越多 这样你很容易 所以老人家 为什么有时候寄东西 有时候做东西 会慢一点 那你不能去怪他 是因为他这些 是一个正常的程序 那我们要怎样 让我们的脑 不死得那么快 我们要怎样做 会可以让他 这个脑细胞呢 可以健康一点 不要那么快 坏死 今天有几个秘方 要给大家 不用钱的 要不要学 要学话打个二 大家没有互动 要打个二 让我看到一下 到底要不要学 好 那我们今天 给大家知道 不用钱的 你只需要去做 你就可以看到了 第一个我要做的 就是养性 补脑要做什么 刚才教了大家 十不要 笑一下 那十样东西 不要做 每天笑一下 遇到烦好事 不要做 不要烦 笑一下 笑多一些 那你就会开朗了一些 这个不用讲 那多了 刚才讲了 第二 我们常常听的 活到老 学到老 所以不要到现在 就停止了 哎呀 我自己这样老了 哎呀 那些面子书 你们年轻人的啦 我们这些老了 不用学的了 不好有这一句话 因为年代 一直一直的改变 如果你可以根据 年代的改变 而一直不断的学习 一直不断的跟进 以后你和你的孙 就没有了所谓的代沟吗 他讲什么 你多少都了解吗 就可以去和他谈 而除了这个人际关系之外呢 你还可以帮助你的 煎脑活化 不容易坏了 所以记得 你今天不管你多少岁 你都可以学习新的东西 好不好 第三 食指动 聚咀嚼酒 食指动是什么呢 就是要动动手指 动动手指 如果是没有记得我们 还记得我们的小蜜蜂 嗡嗡嗡吗 为什么 这个就是活动我们的手指了 小蜜蜂嗡嗡嗡 或者什么呢 很简单的 以前我有教我们的 我们在我们的会员日 有教过大家的 就是一支枪 打死四个人 来我们来试一下 一支枪是怎样呢 一支枪就是这样 你用你的手指试下 一支枪 打死四个人 就是四个人 一支枪打死四个人 来 我想一支枪 打死四个人的时候 你就要换 换什么呢 四个人变一支枪 一支枪变四个人 一支枪打死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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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换得到吗 一支枪打死四个人 不要搞搞笑 两支枪对打 或者死了八个人 有时候会这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 可以在家里 时常的去 去做一些 手指的运动 有一种手指运动 还蛮不错的 就是找几个朋友 起来 打麻将 打麻将也是会 碰啊 什么都是用手指 对不对 又会用你的脑 去玩这个游戏 但是不要赌 就是玩就好了 拒绝酒 吃东西 不要很紧张 咬两口就吞 咬两口就吞 这样子是 没有可以帮助到 你什么的 消化又不良 煎脑又快坏死 为什么呢 当我们咬东西的时候 很重要是什么 我们的舌头下面 有很多的神经线 是和我们的脑部 有连接的 所以 我们是可以怎么样 在你咬东西的时候 它其实可以帮助 这个神经线 和脑部的交流 所以为什么要咬 咬久一点 消化又好一点 这个部分呢 又有得到一个好处的 所以我听人家这样子讲 你多少岁要咬 多少下的 所以你今年如果是40岁 你要咬40下才吞下去 所以这个 自己要算一下 10指动 拒绝酒 第四呢 就是你可以 摄取有乙细胆碱的食物 你吸取乙细胆碱 它是直接呢 可以帮助活化煎脑的 什么叫乙细胆碱呢 等下会和大家讲 第五是什么呢 第五就是提升我们的 退黑技术了 如果你是M-Life的伙伴的话 你肯定知道退黑技术 是如何让你可以提升 对吗 这个我就不讲了 今天就和大家讲 乙细胆碱 是怎样可以摄取 在什么食物里面可以得到 谢谢全部打二的伙伴 看到你 也看到了 修筋是吗 要天天笑 对没有错 乙细胆碱是一种活性的养生素 它在哪里可以得到呢 在一个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吃的 现在马来西亚是一个生产国 还蛮有名的 只是你有没有天天吃呢 吃什么呢 就是燕磨 燕磨里面的乙细胆碱 这个活性养生素呢 有200个单位 所以如果你可以 所以人家讲吃燕磨 不是吃一次 不是出一十五次的 燕磨你要天天吃 因为你的脑是要天天有营养的 要保护到它 但是你可不可以天天吃呢 有些人讲 EV老师 我也想天天吃 我的荷包不能给我天天吃 有吗 你是哪一位吗 那我教你一个不用钱的 而且它的这个单位 比燕磨多一倍好不好 不用钱的 你如果找得到它就可以了 是什么呢 男性的精子 男性的精子就可以有400个单位了 如果你是男性 可能你就可以吃了 有些人讲 EV老师 你很喂一下我 怎样吞得下去 又难吃是不是 又吞不下去 对不对 好第三个 我给你第三个东西 它第三个东西 它有600个单位 你要找到它 你吃它 它就有600个单位了 是什么呢 白蚁王 有没有看过人家吃白蚁王 吃白蚁王是怎样吃的 吃白蚁王 是哪在那条蚁王 它还在动 它还在动 你不能给它死 它还在动 然后你要在你的口吞下去 不是讲笑 我真的看过人家这样子吃 还是不懂又包什么叶子 吞下去 好吃吗 有些人讲 EV老师我也想吃 难找 白蚁王很难找 要进森林里面 久久你 你好惨你才找到一条 白蚁王不是你家里的那些 蚂蚁 所以又难找 OK啦 你们真的是不容易照顾了 讲到燕窝又讲贵 讲到男子精子又讲难吃 讲到白蚁王又讲难找 好给你一个 容易吃 不难找 可以分开吃 不用等条来 不贵 而且有一千个单位 你们要吃吗 它是什么呢 它是蜜蜂的食物 就是这个女房蜂的食物 叫蜂王乳 你们有吃过吗 蜂王乳酸酸酸这样子的 蜂王乳 如果要讲到蜂王乳呢 就一定要讲到这个蜜蜂的世界了 你们有没有听过蜜蜂的 到底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东西呢 其实在蜜蜂里面呢 它有三个种类的蜜蜂 一个叫熊蜂 那是男性的蜜蜂 那个不理它了 那个是好吃难做的 在蜜蜂世界里面 它不做工的 它是为了传宗接代 而且不是每一只 可以有传宗接代的一个机会的 那第二种叫公蜂 公蜂是女的 你整天看到那些彩蜜啊 彩花蜜啊 彩那个蜂胶啊 什么东西呢 都是工蜂在做工的 工蜂 女的 它是女的 小字的 它就在外面彩花蜜 来到蜂窝 彩花粉来到蜂窝 这个都是工蜂 所以你看工作的都是女的 看那些好吃懒做不做工的 是熊蜂来的 在蜜蜂的世界呢 男的是很受服的 第三只是什么 叫女王蜂 整只这个 整个蜂窝里面呢 就只有一只女王蜂 这只女王蜂呢 它大玩的 全部人会照顾它 它整天work from home的 很奇妙 他们看到整个蜜蜂世界来讲 女王蜂是女的 工蜂也是女的 两个是女的 同蜂不同命啊 为什么呢 因为工蜂整天要出去工作的 整天要忙忙忙忙到晚上 晚上还要伤伤伤伤伤 怎么��齐呢 听着晚上会有噢 WOW 因为他们在伤那个蜜蜂 让她成熟 让她水蒸发 但是女王蜂生的 她一出生后 身为女王蜂 当了她就在房間了 她做什么呢 她每天下蛋 早上起来就下蛋下蛋 吃了午餐又下蛋下蛋下蛋 你听到晚上会有嗡嗡嗡的 因为他们在散那个蜜蜂 让它成熟 让它水蒸发 但是女王蜂生的 她一出生了过后 她被作为这个女王蜂的时候 她就在家工作了 她做什么呢 她每天下蛋的 她早上起来就下蛋下蛋下蛋 吃了午餐又下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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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晚餐又下蛋下蛋下蛋 然后她睡醒 又在下蛋下蛋 她每一天下蛋罢了 她每一天都在家 但是她的死亡是什么 她的死亡是蜂王 供蜂 你看她的生命力就有很大的分别 两个都是女的 供蜂只有四十一天 她就大肚腔了 女王蜂可以在这个蜂巢里面 生活四到六年 你看她的命是比原本的女性 长了多少倍 很多倍 然后呢 生殖力刚才她下很多蛋 女王蜂可以下很多蛋 但是供蜂呢 一粒蛋都下不到 她不能生育 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分别呢 因为供蜂啊 她一出事过后呢 是前面那三天 她可以吃到蜂王乳罢了 让她成长 成长了不过她就没得吃了的 如果她不是女王蜂 而女王蜂是每天吃蜂王乳的 所以你看到她生命力 生殖力 还有生长力呢 她的体积呢 是比一般的公蜂大 一倍左右 有两倍大的 她是比较大只的 所以你一打开那个蜂窝 你看到最大只那只呢 你就知道她是王来的 你看下面那个图片 一看就懂了 她是比普通的蜂大一倍的 所以两个都是女的 同蜂不同命 就因为她们的食物不一样 所以今天如果你找到这个蜂王乳 它对我们的生命力 生殖力 生长力是有帮助的 这不是我讲的 其实很多的研究 你在网上 或者你在一些 针对蜜蜂的一些文宣 你都可以看到蜂王乳是有这样子 不单只对蜜蜂 对人体都有很好的这个帮助的 好不好 那这个很荣幸的告诉大家 我们的Ziphoning 它是三合一的 还有那三个呢 它里面是有蜂王乳的 它有Royal Jerry的好不好 它里面有含有这个 Royal Jerry在当中 还有就是我们所 有和大家讲过 就是这个冷脆的香蕉皮脆取物 Banana Pea Extract 它是可以帮助提升 我们的退黑技术 所以它一次过呢 它活化肩脑 这个乙系单件 和提升我们体内的退黑技术 一起做 所以你的肩脑 有得被保护起来 加上抗氧化 抗氧化对我们的人体 不管是哪一个细胞 都很重要 因为它不快氧化 它就不容易快老 所以抗氧化在我们的皮肤 在我们的五脏六腑 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今天所吃的Ziponi 不是单单只是吃睡觉而已的 它是帮你吃活化肩脑 提升你退黑技术 抗氧化 让你可以皮肤美 让你可以 我吃它 我真的 我是每一碗都吃的 为什么呢 我就是要预防 我的老人痴呆症 我觉得会的 因为用脑太多 人家讲年轻用脑太多 晚年的时候 很容易中的 因为你一下子休息起来 所以你一定要让它活化 所以我每一碗都吃的 所以如果你也是和我一样 想预防这个部分的 你刚才所讲的 我这个死不要笑一笑 拒绝酒 活到老学到老 再加上乙细胆碱和提升 退黑技术 就可以帮到你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生命力是什么 有些人和我讲 什么叫生命力 什么叫生殖力 什么叫生长力 大致上告诉你们 生命力是什么呢 生命力预防老人痴呆症 增强记忆力 调节自律神经 所以你的自律神经 如果是好了 你就会看到 所谓的新陈代谢 你的皮肤不容易老化 不容易暗沉 这样子 所以有些人吃了Ziponi 皮肤会好起来 就是这样 改善液尿 眼泪失控的 倒汗耳鸣的 失眠的 失禁的 风势酸痛的 神经麻痹抽禁的 解除黑斑的 有哦 有人这个黑斑 因为吃了Ziponi 看到黑斑淡化 很多 有老人斑的 有暗苍的 有皮肤问题的 恢复视力的 有人吃了眼睛光一点 木炫耀化的 炎年易寿 长命百岁 如果你想的话 Ziponi就帮到你这方面的生命力了 什么叫生殖力 生殖力 就是调节荷尔蒙 精通白带 贫血 你看女生很多问题 这些是针对女生的 女性的 近期不准 四条 增血作用 吃了胎 有帮助增血 因为里面有那些 prumb的东西在 有帮助这个 让我们血液增加 那个红血球 增加 可以帮助 精通的问题 消除更年期障碍 什么叫更年期障碍 更年期要来的时候 脾气比较暴躁 更年期要来的时候 容易又热又冷 又热又冷 不懂它是热还是冷 忧郁不安 手脚冰冷的人 骨质疏松症的人 去除收金残佣 什么叫去除收金残佣 就是 你可能已经是更年期了 但是你最后一次的那个 精血 最后一次那个精血 还没有完全被排除 所以有些人呢 他可能已经停经 一段时间 他讲 伊比老师 我停经了一年 怎么我吃了 西波尼忽然间来了的 他来就是来那一天 可能就是一下子而已 我有试过有一个 七十多岁的 婆婆吧 我应该不叫阿姨 婆婆有打电话给我 讲说 伊比老师 为什么来了的 他只是停了很久 为什么忽然间来的 吃了这个就来了吗 放心 他不会 如果你来了 你不会觉得累 只是那一天 少少黑黑的东西 那个是很好的 因为这些东西 如果放在体内 好妹 这些不是存款来的好不好 所以要把它排除 所以圣子力 他会活化我们的监老 让我们这些多余 不要的东西被排除 你就让他排除了 第二天就没事了 不过你不要在那边等 不是每一个人 是有些人 OK 你不要等 伊比老师讲会来的 怎么还没有来的 等不到 伊比老师 怎么他没有来的 不要打电话给我 他也怎么能延迟收精 可能原本你可能42岁 45岁要收了的 可能你吃了这个西方医 他会延到48 50 60 如果你可以到60的话 其实我们收精 越迟收精的话 其实对我们 生殖率是越好的 我们皮肤又会好 我们的生命力 也是会好一些的 所以要延迟收精 所以不要这样迟碎 迟碎的话 容易延早 提早收精 那促进生殖 机能旺盛 抗净性欲 这些性能感 性机能衰退 伊比老师 也因为Ziphorny 因为CAP 就接触很多人 去使用我们的Ziphorny 那也接到很多的电话 来和我们分享 那有一些是 我们去询问的时候 也达到了这样的 一阵子的消息 有些人吃了我们的Ziphorny 就会怎样呢 晚上很想要 你明白就明白 因为很难去解释 好不好 或者说 妹妹就比较要 这样子 这样子呢 就调节了夫妻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在这方面 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 你也可以尝试我们的Ziphorny 然后可以自欺虚胜衰 这是男生 男生防劳 阳尾 这些 疑精的问题 精从少的问题 女性的自态 华不安 就是当怀孕的时候 有担心这方面 孕吐的问题 雪崩的问题 还有产后 忧郁症的问题 其实Ziphorny 也在这方面 可以有所帮助的 那什么叫生长力呢 其实生长力 就可能遇到一些问题 它可以帮你调节 比如说 头痛呕吐 胃酸虚弱 口干死躁 心急亢奋 这个就是和治愈神经 很大的关系 这几样东西 牙齿脱落 不是讲你吃了过后 牙齿不脱落 它是10点脱落 它不容易脱 那个情况 它比较稳固一点 有些人吃了 你还发现一样东西 你们可以留意 你会不会吃久了 你的指甲会比较好看一点 有些呢 它是很多那种凹凸不平的 那久了 当然它不是吃一包 吃一盒 哇 你的指甲就很美了 哇 又老师 这么我吃了一盒 没有效果 不会吃 这些运气要时间的 最少要省几多时间 我告诉大家 营养食品呢 如果你要看到 有一点的效果 可以明显的给你看到 是120天 你要吃120天 就是四个月 会比较好的 OK 毛发脱落 如果你有毛发脱落的问题 你的那个黑发在身 或者头发疏疏 而且它对这个 儿童发育也有帮助 所以儿童也可以吃的 开胃有食欲 然后结实肌肉 皱纹消失 体态回复年轻 青春常住 而且是由于老化而瘦缩的心肝 就是我们五脏六腑 它都有机会被修复起来 还有刚才所讲的 生活你可以分泌 生长技术 调节生理时钟 还有我们的退黑技术 可以被激发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生命力 生殖力和生长力 Ziphoni在这一些部分呢 都是可以有效的 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到底Ziphoni怎样吃呢 其实它是口吃 口服 或者你说 我不想要这样丢下去 我泡水喝可以吗 也可以的 其实它味道呢 很像什么 很像那个糖果的味道 那它最好的建议的吃法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不要一次过 但是你慢慢的 倒在你的舌头下面 舌头下面 因为你在舌头下面 它就可以马上很快的吸收 然后进入我们的肩脑 如果你吞下去呢 它是经过消化后 才输送 就比较慢一点 所以最好的吃法 是在舌头下面 慢慢倒 不要一下子倒 因为它的粉末比较细 如果你一下子倒呢 可能会呛到 那如果你真的不会吃的话 我教你 我也是不是很会吃 我吃肠都是怎样呢 喝一口水 让我们的口呢有点湿嫩的时候呢 再慢慢倒下去 你可以分三次倒 它就不会呛到了 那么建议每一天 如果你一天吃一次 好像我这样 我只是早 晚上吃而已 那我晚上可能消除疲劳 或者睡眠障碍 那如果那天我很累的话 我可能就会吃两包 再晚上一次过吃两包 那你可以一天一包 或到两包 如果你吃两包的话呢 它可以抗老防衰 维持健康年轻气色 那有些人问我啦 老师 是素的人可以吃吗 那如果吃素的人 他不介意有牛奶 这个东西 因为里面是有一个成分 叫牛奶钙 那如果他不介意牛奶 是不是素的话 他是可以吃的 那如果他讲牛奶 我不能吃牛奶的 不能喝牛奶的 那这个Siphoni 他就不能吃了 就是因为素食 有些人很比较 很严格的 就是只是这个部分 其他的都是蔬菜水果 都是没有问题 可以吃的 好 那我和大家说 这个Siphoni 可能会让你有这十大反应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第一就是口水多 所谓口水多 不是讲你口水多多 多过茶 我一吃饭了 他10点已经叫我睡觉 10点已经要睡了 你这10点很想去睡 就去睡啊 而且这个反应 是连续三天 我吃一包 连续三天 都叫我10点睡觉的 所以这个会让你觉得好睡 而且你睡得很沉 当然不是每一次 好像现在我吃就没有 没有这个部分了 但是你会觉得很舒服 很沉 那最主要我是 来帮助预防这个老人痴呆症 第三是什么呢 小燕尿 就是有些可能烟尿方面呢 你原本是五次的 变成三次了 也有这样子的可能 还有皮肤变好 这个是非常的多的 精神变好 这个也非常的多 尤其是你如果是精神不好的 早上吃 早上吃它会让你心情兴奋 精神好 然后胃口好 有些人的胃口会增加 因为这个就是 它调节了我们的自律神经 你的身体告诉你 有一些部分呢 不够营养 它就会让你有这个胃口 去释取这个营养 减轻疼痛 这个也会 会啊 生命力就会有这个 这样子的问题 让你减轻身体的一些疼痛了 双脚有力 也有这些好转反应 就是有些人会 感觉到有点热啊 有点会有腻流汗啊 有些 有些变成什么了 原本很好睡了 吃了过后不好睡啊 睡不着啊 其实这些是一个好转反应 生命力太旺盛 生质力太旺盛了 所以要去调节 给它一些时间 或者排除残余物 就告诉你们 有可能 不是每个人 所以你可以去留意 这十个反应 你吃了过后 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有的话是攻击你 但是没有的话呢 没有的话可能你身体 还没有去到那么糟糕 但是呢 它也可以保护好你的 好 那这个大家有收到吗 收到哈 Ziphoni里面有这些 这样子的 刚才所讲的 它只是这个牛奶盖 有这个牛奶的成分 其他的都是水果 所以大家都可以吃的 谁都可以吃 小孩子也可以吃 孕妇也可以吃 只要它不是敏感 这几个敏感在这个部分的话 它就全部可以吃了 有些人讲 我敏感不能吃香蕉 当然没办法 吃了香蕉会捞晒的 那可能没办法 但是你可以尝试 因为四个gram里面也不多 OK 好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 我们分享也到这里 祝大家一夜好眠 够色睡眠 什么叫够色 因为是色胺酸 里面是很丰富的色胺酸 让它们大家可以提升睡眠的 所以让大家这个青春美丽啦 谢谢大家